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特的山水特征塑造了中心城区多中心主团室城市空间结构 和组成都市区多中心多层级多接点网络型城镇格局 但也为组成都市区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依次相较平原城市 重庆独特的山水特征决定了土地资源非常宝贵和有限 也决定了必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主团式布局城市功能弄力 二次山水阻隔的地形特征给道路交通带来了先天不足 川山跨江通道资源非常稀缺 中心城区川山隧道跨江桥梁常态化攻堵 成为制约跨组团高校联系的关键瓶境 三市受自然山水本地资源组成都市区各组团布局分散 组团之间联系相对较弱 导致了产业功能分布碎片化的问题 设施3D城市交通面临桥税比高 前往方大 工程技术复杂的问题 建设成本远高于一般平原城市 独特的自然本地带来的挑战决定了重庆 必须寻找适合的交通解决方式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无意识为一答案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交通启示 是解决城市交通中毒问题 提升城市运行效率的根本支撤 依托轨道交通串联城镇组团 产业功能区域打造产业功能轴带 是优化区域分工写作体系 提升区域发展能及的非常之道 围绕轨道交通进行高强度城市开发 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塑造险山陆水 疏命有制城市空间形态 提升城市品质的必有之路 第二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 重庆市近20年来轨道交通发展的思路 近年来重庆围绕三个核心 五个坚持的轨道交通总体发展思路 正在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域 一是围绕一小时通勤圈的建设 构建一小时通勤圈是组成都市区域体化发展的基础 通过一小时通勤圈的打造能够有效促进产业人口 各类生产要素在组成都市区内合力流动和高效聚集 遵循分层布局一起衔接服务为本优化升级的原则 结合组成都市区城镇空间布局特征 与城市功能定位 积极适应不同城市差异化的出行需求 优化交通网络布局和运输结构 以加快城轨快线建设为核心 强化于铁路、轨道、公路、市政道路的分工协作 构建区域不同空间尺度、高效性的一体化 多层次的通勤交通网络 提供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安全可够的运输服务 通过一小时通勤圈建设 组成都市区实现步行、公交、P加尔等方式 10分钟可达轨道占领 轨道平均载头时间不超过40分钟 实现组成都市区一小时轨道全覆盖 打造一门道门道一小时通勤体系 二是加快完善一小时经济圈 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实现组成都市区 高质量发展到爆炸 依托轨道交通组织产业不能走戴 能够畅通组成都市区产业链供应链 培育壮大的优势产业集群 提升产业发展能及 形成以归处产 以产形成产成轨 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结合组成都市区不同板块的功能定位 空间特征 自然领复产业本体 通过轨道交通 对各种要素进行有机组织 打造特色鲜明 有机融合的产业功能走戴 例如依托润川县 打造自创产业延伸的 线路串联重庆市高新区 毕山高新区 润川高新区 荣昌高新区等四个国家级高新区 构建重庆市最具影响的产业体系 最完备的自创产业发展走廊 依托南川县打造旅游发展走廊 串联重庆东站 东温泉镇 太平藏镇 大关镇 离乡湖镇 自从南川城区 延伸至金佛山 全面盘活沿线旅游资源 形成重庆市最具特色 最具活力的旅游经济发展走廊 依托齐万县打造对外经贸 与物流发展走廊 线路串联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其将西部陆海行团中和服务区 齐万创新经济走廊 重庆内陆无税港 形成重庆市 面向西部陆海行团上的 对外经贸物流发展 南道 依托大族县打造文化品牌提升县 有效弥补大族轨道交通短板 改善旅游交通条件 插量重庆唯一一张 世界文化遗产名片 通过以城轨快线为核心的 多条产业功能走态打造 促进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 向组成新区转移 使组成新区成为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的主战场 全面形成产业协同 联动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三是加快建设一小时生活圈 打造一小时生活圈 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大手 推动人口产业资金等资源 向轨道交通场站集聚 加强交通公共服务等 多种功能的符合 将轨道场站打造为市民的交通中心 生活中心 商业中心和居住中心 形成围绕轨道站点的一日生活圈 以轨道交通网络构建 城市空间主股价 使轨道站点周边 成为城市的公共活动中心 提升限区的可达性 便利性 舒适性 形成由轨道交通走廊 联通就业 居住 休闲等 公共的城市活力带 提供一站式生活体验 有效引导居民出行方式 向轨道交通转移 大幅提升居民出行便利度 时效性 全面缓解城市交通中心 提升轨道交通运行效应 强化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 集约紧凑开发体系 优化城市空间 塑造城市形态 占点周边开发项目 租赁住房 中小型户型 长租公寓等兴险 优化建设 规模户型比例等 解决重庆市新市民 新青年的住房保障问题 重庆轨道交通建设 一直在做好五个坚持 依次坚持建轨道就是建城市 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支撑组成都市区高资料发展 轨道网络建设 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强化对城市重点功能期益 及重大设置的服务支撑能力 依托轨道线路建设 打造城市功能链 构建城市发展走带 围绕轨道站点建设 强化车站周边重力符合开发 建设城市微中心 构建一日生活圈 二次今次 建轨道就是建综合客运交通体系 以轨道交通为主体 构建高效便捷 融合一体的现代化客运交通体系 加强轨道交通与机场 长途汽车 常规公交 社会车辆的交通方式的协同 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 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 强化轨道车站 与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线接 提升各种交通方式 规划建设 运输管理 匹配度 三次坚持建轨道 就是提品质 以轨道交通服务品质 效率效益提升 促进城市品质 有效提升 加强智慧技术应用 推动智慧轨道建设 提升轨道交通服务品质 增强市民出行的获得感 幸福感 以轨道交通彰显城市品质 创造高品质生活 提升城市价值 发挥轨道交通 绿色比较优势 加快形成绿色出行方式 推动绿色 节约性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四次坚持建轨道 就是要可持续 多错并举 全面增强轨道交通 全生命周期财务生存能力 保障轨道交通 可自愈发展 创新轨道交通 投入之建设运营管理模式 积极开展多元化经营 促进轨道交通 降而增向 五次坚持建轨道交通 以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为抓手 次序培育完善 轨道交通产业生态 助推装备制造产业链 活动文件补强 提升面向轨道交通 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能力 经过二十年发展 重庆轨道交通成就显出 近年晚 重庆市按照中心加密 两朝提速 两亿联通 外围附设的轨道建设事务 大力实施轨道交通 城网计划 建设投入强度 达到历史最高位 截止目前 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达十一桥 四百五十公里 位居中西部前列 载舰线路达二百八十一公里 现往全面覆盖中心城区 各大城市主环 重点商圈 机场 高铁站 客运枢纽 等 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市民出行选择轨道交通的意愿更加强烈 2021年 全市轨道客流量达到十一亿认次 位居全国第六 工作日日均客流量达三百四十万认次 占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 此外 重庆轨道交通建设取得了多项重要的创新突破 一是重庆市轨道交通 已经形成了多模式多制式的轨道交通体系 跨坐式单轨地铁B型车 地铁IS车 双流制轨道车 乘轨快线车 云巴等 多种制式都在重庆大地上奔跑 堪称轨道交通的博物馆 其中跨坐式单轨交通的国家技术标准和设计施工规范 由我是主导编制 而随着今年江跳线建成公车 我是又率先将双流制轨道车辆投入运营 将根本性改变 四交且路易城市轨道贯通运营问题 实现乘客之大 满足市民快速出行的需求 二是国内首次实现了 城市轨道交通 互联互通 加快慢车运行的运行组织 极大的提升了运行效果 经过数年的监谱公关与筹备运营 制定了互联互通系统各环节 各层面的标准规范 率先攻克了 轨道交通互联互通关键技术的 四届性难骑 实现四号线与环线贯通运营 全程节省13分钟 十号线采用快慢车 组织运营模式 开行快速列车 全程节省12分钟 可以实现重庆北站 至江北国际机场 10分钟通达 三是解决了多个跨江大桥 长大隧道 深买车站等国内 乃至国际的工程技术难骑 比如十号线红土地站 九号线红岩村站 车站埋伸达到100米左右 相当于在地下建了一座39层高的摩天大楼 为地形地貌复杂的3D城市建设重大基础设施 积累了宝贵工程技术经验 重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面临下一步 曾与地区双层经历建设 面临下部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的要求 我们也有下部工作的一些打算和思路 未来重庆轨道中建设 将从中部炒股向东西部炒股延伸 由中心城区向组成都市区拓展 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将成为 未来轨道交通发展的中心任务 一色推动轨道交通城网计划实施 加快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建设 推动在地项目早日投注 储备项目早日开工 进一步加密中心城区轨道项目 二色推动组成新区城轨快线建设 加快组成新区城轨快线前期工作 开工建设中心城区至冗川 大祖南川 其将万圣等城轨快线 三色推动轨道交通极致增效 提升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 营造高品质出现环境 实施运营线路更新改造 加强轨道交通安全保障能力 四色推动轨道交通协同融合发展 加强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 强化轨道建设与城市开发的协同 完善轨道交通产业生态 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 加强轨道交通科技创新 夯实轨道高质量发展基础 到2025年 重庆将形成超过600公里的轨道交通运营网络 城轨快线运营里程实现 从无到无的重大突破 力争实现组成都市区运营级 再建里程突破1000公里 初步形成网络结构完善 服务品质一流 运营效益优良 创新能力领先 引领作用突出的轨道交通体系 为组成都市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 及提供有力支撑 以上就是重庆轨道交通发展的大致情况 希望今后更多机会和哥伦比亚的同行们 加强交流 共同合作 共处发展 谢谢大家 这个工程没有任何外面的工作 江青的元素是在 95%的地区 没有机会更多的名字 这些工程的工程是有机构的 这个工程的工程是有机构的 但在实际上,这个元素通过的建立 In fact, the building and station were built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ous Monorail Line 2 continues to create landmarks throughout the city.